创业版跌破1400点,创下了4年新低,指数一夜之间回到了2014年,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虽略有回调,但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现在也在8000点附近,2014年时只有4800点左右。 要分析创业版为什么跌,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比如供求关系,投资创业版的多位游资,级别高一点的也就是私募大库,这批资金是这波牛市输得最惨的,大的主力机构,都在主板篮球白马股中保团取暖,如此一来,供求关系变了,直告零难以为计。 此外,创业版公司很多时空人大股东质押股权的情况比较普遍,就在牛市或正常震荡市中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一个持续下跌的熊市中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质押股权触碰红线,不得不斩仓倾仓的瓷器笔幅,电脑程序性强制卖出,股价出现毫无丁兆的断崖式下跌,引起各种恶性连锁反应。 而上述这些只是创业版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冰山一角,即使从日常交易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很多盘子略大的创业版公司日常交易中几分钟取几分钟交易一笔。 只有区区几百股,人气低迷可见一般,更有甚者,几十万有可以呼风唤雨,如9月10日联合光电25万元的成交,就可以把股价打到跌停。 公司市值预币即征发3.6亿元,现在创业版整体日换手率不足1%吧,很多边缘公司日成交换手率不足1%的比比皆是。 这个换手率水平对于创业版成长公司来说很致命,因为它们不是蓝筹白马股,可以靠分红率维持一定的估值水平,没有了流动性的支撑成长估值就不得不缩水。 这就是创业版公司股价弹性高的原因,流动性宽裕的时候就像上蛋,玩是梦绿,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就像下蛋,折上折都有理由。 而且越谈估值的边界效益就越来越模糊。 当然,创业版公司成长性的较低,也是整个创业版指数低迷的重要原因。 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创业版所有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为5910.67亿元,同比增长19.92%净利润和即为544.76亿元,同比增长8.13%,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 却要去年同期增速放缓,创业版公司此前之所以估值高起,第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成长性高,资金就是创业成长性高给溢价给高估值的。 现在这个核心正在动摇,目前,创业版的整体动态估值是35倍,这个估值是上半年8.13%的净利润增速的4倍。 即使拿19.92%的主营增长比,估值也高了近一倍,而且这个整体估值水平比拥有众多全球知名高科技公司的纳斯达克还高。 是的,你没看错,比创业历史新高的纳斯达克估值还高。 况且,A股创业版的估值曲线,与纳斯达克的估值曲线是相反的。 一个是指数下跌估值越来越高,一个是指数上涨估值越来越低,纳斯达克的整体估值是在不断下降的,尽管指数节节攀升。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资金知智如物了,真正的高成长在纳斯达克,A股不过是一笔鸡毛。 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创业版为什么跌跌不休了,天师低利人和坚不具备,空管经济的调整。 让很多小微企业开始裸涌,中小创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差,经营业绩波动也大,自然逃不掉股价度过山车的尴尬。 这不是一两个公司的问题,也不是一两千股价反弹可以解决的问题。 本文源自金融投资宝,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www.grjcom.cn。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